走进创架美术馆新竹馆里面 正在展出艺术家张正德的油画跟压克力画作品 张正德老师的父亲张士和 是台湾战后现代艺术运动的重要推手 张正德从小受父亲影响 对绘画也十分有天赋 他的绘画里面有抽象的自然景物 也有具体的人物 用画画来诠释他的抽象艺术世界 你可以看到有他父亲的影响 同时他也有他自己的他有逐步走出他自己的特色 那你可以其实大家从这次的展览当中 可以看到比较脉络式的从老师不同的时期 也可以从刚刚提到的比较早期他父亲的影响 到后来你可以看到他自己 我们刚刚也有看到他针对海洋这个方面的一个切入 还有他这整个非常有生命力的这样子的一个抽象表现 那当然我们也会看到有具象 然后逐步也有非常抽象 然后比较内心深沉结合海洋面的这个思考 张老师从小跟着父亲居住在屏东的潮州 这边一望无际的山跟海带给他很大的刺激 这次受邀来到新竹市展出 他说屏东有洛杉风 新竹也有九江峰 两个城市的共同点牵起了一种强烈的艺术刺激 是人文的互动比较多 心灵的互动 那大家都去读说 与艺术在这个城市里面 你如何跟一个外地的人来做一个视觉交流 视觉艺术的交流 那有共同性还有相依性 那这个交流都是很真诚的 因为没有特别的目的 只是一个真诚的单纯的深邃的 所以这也是我很高兴来到新竹这边 就是以风的心情 为风的心情 第一次来到新竹市策展 张老师首先感受到的就是自然环境的刺激 或许在他之后的创作也可以以新竹风为主题 画下一幅他对新竹的印象创作 记者林彦斌新竹采访报道